台北故宫博物院三件明清瓷器破损 震惊台湾社会 各界纷纷批评院长无觅查管理有问题 甚至质疑文物被掉包到卖 要求台行政机构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 台北故宫公布监视器画面 台北故宫回应表示 31号会将调查报告和监视器画面提供给台立法机构 台北故宫博物院三件馆藏文物破损 引发舆论哗然 根据台北故宫的说明 三件文物中的两件是去年2月和今年4月开箱时发现损坏 第三件是今年5月被工作人员摔破 前两件将由业务单位做调查报告 无法确定责任归属 第三件已由政风处调查确定责任 启动惩处作业 对于文物遭损坏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指出 这次事件震惊台湾社会与华人世界 台行政机构必须纠责到底 立即成立项目小组调查清楚 并公布其他文物保存情况 国民党民代李贵民指出 无密查不到两年 损坏三件文物一再的疏失 证明他既无专业与管理能力也不用心 请辞谢罪都不足以弥补伤害 国民党智库召集人陈学胜指出 文物保存都有严格的制度 只要按部就班不可能破损 无密查如此不尊重专业 难保不再发生同样的问题 台湾各界也纷纷批评 无密查内部管理有问题 有专家质疑文物可能没有破损 而是被调包盗卖了 因此要求台北故宫公布监视器画面 破也要让公众看见破的 坏了也要找人验证是原物 对于外界的批评台北故宫回应表示 31号会将前两件文物的调查报告 和监视器画面提供给台立法机构 教育文化委员会 台北故宫文物修复师表示 这几件破损文物修复难度其实并不高 只要拿到原物就可以从破损结构看出 是自然破损还是人为造成